原本计划2014年出新专辑 却不想因为一衰而延期 更是就此衰出了两个可爱的双胞胎儿子 如今两年过去了 范伟奇终于完成了新专辑 却同时爆出1月底和唱片公司约满后将回归家庭开始休息 10号的晚上站上舞台为新专辑开唱的范范自己也是感触颇深 很感恩 很感谢今天大家可以来到这里 然后可以再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 一开场便是一曲感恩节 点出范伟奇当天新歌会的主题 出道15年如今休假在即 范伟奇说首先要感谢的是歌迷朋友 暂时暂时芬芬不知道下一张专辑什么时候会出现 但是这张专辑我会把它当成毕业的作品 来做 那希望这个成绩单是你们认同的 不知是太久没发专辑 还是想到即将短暂告别歌迷 面对当天场内区区400人的听众 范范坦言依旧很忐忑 我就昨晚很焦虑问我丈夫 那我就问她说你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况 她说以前她当球员的时候 只要是比赛那种重大比赛的前一晚 她都是会就是兴奋到睡不着觉 范伟奇之言正是有黑人的支持 才让自己能够重振旗鼓 制作这张新专辑 因此这第二个感恩对象自然就是丈夫 我觉得在这里要谢谢她 然后最近真的是做这张专辑花蛮多时间 就是有她分担我那个家里的工作 对帮我那个带孩子 谢谢爸爸 对 爸爸 黑爸爸 这最后要感谢的人相信大家都已经猜到了 整整快要四年了 可以让我从结婚到当两个孩子的妈妈 似乎是感受到了妈妈对岁月的感怀 当天随着爸爸来为妈妈助阵的飞飞翔翔 在听到那些花儿时竟然也在台下 用自己的方式合唱 虽然孩子还不满一岁 但范伟琪的心里远然已经想到了很远很远 终于一天长大我们都要离开家离开妈妈 但是记得我们回头的时候 妈妈永远都会在那里等 等着我们 给我们最温暖最坚定的支持 一二三 无成人 当你回头妈妈还在等 新日加线综合报道